我们的工程经济这门课呢 上一次因为我们今天是EV1的第一堂课 就我说的是整个EV1 然后经济讲完了以后再是别的学课 所以整个这个EV1的第一堂课 所以EV1想要给大家的东西是什么呢 EV1想要给大家的是这个用一个相对比较长周期的时间 帮助大家把所有的知识弄得非常的扎实 我可以这么说 你在任何一个其他的形式上面 你没有任何一个这个老师会用这么长的时间 就接近5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帮你把这些知识一点一点的去梳理 你像我讲面寿 经济办的面寿也就只有两天的时间 每天如果讲七个半小时 一般15个小时讲完 说实在的 我也非常希望在面寿的时候能够给学员讲的更透彻一点 但你的时间就只有那么多 所以就是说 对于我们的这个大部分的课程来说 就是可能时间上大家都会就是 就比较压缩 比较压缩 所以你如果让我讲短也OK的 但是关键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希望通过EV1这种形式 帮助大家去透彻的理解每一个点 每一次两个小时 然后完了以后呢你还有一整周的时间 把这几门课的内容去做一个消化处理 所以如果真的大家跟着EV1的这种模式走下来的话 我觉得对你通过这个考试应该会奠定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那后面的话我们还会有这个冲刺类型的课程 十几个小时把这些知识串一遍 但是这个呢就咱们就等到这 等到新教材出来以后 然后大家再去看那样的东西 然后就把这些知识再重新做一个梳理和回顾 那这样就会好很多 所以这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EV1的这种模式 给到大家不同的东西 所以大家不要嫌慢 就是我们慢一点一点一点的把它去打扎实 然后呢也尽可能的我们想要针对的是这个一张百纸的学员 就是如果你原来有很好的基础 你说哎我这些事情不听也没有关系 那你就可以不听啊 咱们的这个我也把我们针对的对象给大家讲清楚 因为面对就是学员都是参差不齐的 所以呢我主体的对象是面对 你原来从来没有接触过 然后呢从零开始来去接触这样的东西 会怎么样 即使你原来是建筑行业或者非建筑行业都无所谓 因为对于工程经济这一门客 绝大部分人都是陌生的 所以这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 这不像食物 食物这个在这行业的和不在这行业的差别很大 对工程经济这一门客绝大部分人都是陌生的 所以呢咱们都可以一点一点的去去走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工程经济这一门客 他整体的情况和特点 我上上周呢讲了一次这个就是公开课 但那一次课呢 反正就是大家也也没有太大关系啊 就你听语没有听也没有太大关系 我们就跟着这个来走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工程经济 如果到现在你还不知道他是怎么考的话 那我要告诉你他总共的这个分值呢 是一百分 但是不要因为他是一百分 你就瞧不起他 因为我们并不是加总分 对吧 我不是要把这一百跟你的这个其他的这一百三 去相加求和 然后来去算总成绩 我们算的是单科的通过 所以呢一百分也好 你一百三十分也好 无所谓 你要的都是这个百分之六十的通过率 百分之六十的通过成绩 那我们总共这一百分里面呢 有六十道单选 有二十道多选 所以其目非常的明确 就两类单选和多选 六十道单选里面每每做一道一分 然后呢二十道多选呢 每一道题是两分 但是呢我们采取的是这个累加制 怎么叫做累加制呢 就是如果你因为每一个多选题是五个选项 所以其中有两个选项为正确答案的可能性 三个选项为正确答案的可能性 四个选项为正确答案的可能性 有没有五个选项为正确答案呢 没有 最多最多四个选项 所以呢你会面对五个选项 会有三种可能性 两个选项 三个选项 四个选项 那分别多大的比例呢 基本上是各三分之一的比重 就如果你去看每年的这个分值的分布的话 就每年的正确答案的分布的话 就大概在三分之一 当然它有可能 这个多一点 那个少一点 但是整体来说大概在三分之一 所以也就是说你拿到一道多选题的时候 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 这道题就两个正确答案 三分之一的可能性 这道题就三个正确答案 三分之一的可能性 这道题有四个正确答案 但是不管多少个 就是我们不管多正确答案的数量是多少 我们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没有选错 只要没有任何选项是错选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拿到0.5分 如果全选对才能够拿到两分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选对两个答案的话 你就可以拿到1分 对吧 所以这是我上一次课也给大家去提到的 就公开课的时候给大家提到的 就我给大家的要求是 每一个多选题 尽可能想什么 你先不要想拿这2分 你先要想我怎么能够拿到1分 先把两个正确答案选出来 然后再看剩下的三个答案 如果你觉得不太确定 过了不要那1分我不要了 我就要1分 剩下一分我不要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正确答案不太确定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如果非常确定 还有第三个第四个 那你可以选 尽可能选到第三个就收手 除非是我们有口诀 你也背得拱瓜烂熟 告诉你这个东西 这四个都是对的 否则不要去逞强 你去 你就是2018年 我们说2018年的这个工程经济是考的比较难的 但是各位如果真的听我的话的那些学员的话 我相信2018年问题不会太大 因为我们要的是过关60分万岁 对吧 你就算这个2018年难一点 但是你拿个这个多选题拿个20分 40分里面拿个20分 真的没有那么的困难 如果你的多选题拿个20分 单选题拿40分 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40分就是供你错20道题啊 你别听着好像体内什么 20道题你刷刷刷刷的去 去去找出来 然后把它都答错 而且是单选题 这个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空间的 各位 所以呢 工程经济你说难不难 如果你先把你的目标定好了 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难 我们的整个的分值呢 这100分里面 你看概念题 基础性的概念题占70% 综合性的题目每年有10% 然后呢 难一点的计算题呢 每年有20% 所以计算题20分 然后综合题10分 然后基础的概念题70分 所以你说有人跟我说 张老师我就怕计算 把这20分不要了 这80分你去拿60分 也可以及格呀 对吧 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呀 所以你现在 你不要去再给自己心理设限啊 工程经济就是不好学 因为工程经济有数学 工程经济有计算 工程经济有字母 工程经济我没见过 你设任何的限制 都是给你自己的障碍 你不需要有任何的限制 这些东西稍微整一整 它还是比你的工程物理啊 什么那些东西还是要简单的啊 各位 所以 再加上你又听我的课啊 你听我的课 这件事情会显得更简单一点 所以这是我们的工程经济 整体的这个情况 那我的课程里面呢 第一 当然我会告诉你考什么 所以呢 我的内容并不是严格的按照教材本身 因为咱们的教材说实在的三百页 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仅仅是 拿要考的东西来说的话 一百页就够了 也就是说 有三分之二的内容 基本上是你完全可以不用去管它的 所以考什么 对于我们的工程经济来说 非常的关键啊 那有学生说 张老师你这就 能够现在就能确保说 你讲的这些东西就是会考的东西吗 我可以这么说 工程经济差不多百分之九十 每年百分之九十为常考考点 就不会说是有太大的偏离 百分之九十 也就是说 如果你把这些内容全部都听明白了 那么你基本上 这个 就是除去那十分比较难一点的 剩余的分值 你应该是可以做的 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啊 不用担心说 我们这么厚一本书三百多 因为我们要怎么去看 可以不用看 真的不用看 经济不用看啊 所以各位 我们的讲义 大家尽可能的就是能够搜集起来 然后呢 能够去这个就是整理成策啊 这个对大家来说更重要一点 第二个呢 就是要知道怎么考 所以每一个点我会告诉你 这一道题是出计算题呢 还是出单选的多一点 还是多选多一点 还是他出成各种题型的时候 他往往用什么样的形式 当然这种形式不断的在创新 运用的越来越多 但是呢 他还是会有一定的规律 第三个呢 就是最关键的 就是你要知道 怎么去理解 或者怎么去记忆 整个这一本教材 其实就两类东西 第一类东西就是 你要知道他怎么回事 这一类东西可以说 占到了百分之七十 就是要理解的 而第二类东西呢 是靠理解之后 你要真正的去记忆的 就是你即使理解了 你不记 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办法做对这道题 那这种东西呢 我认为也就百分之二十左右 当然也有一部分是 你必须要先理解 然后再去记忆 所以大部分咱们工程经济 这一门课很好 好在哪 对于我们的大部分 咱们在座各位 应该都是理工科的学员 咱们的理工科的人 咱们就怕背 不怕理解 所以既然不怕理解好了吗 那我就理解就行了 对吧 所以我的主要工作 就是帮助大家 把这些不能理解 或者比较难以理解的东西 把它变得好理解就好了 然后课后呢 各位就是 最关键的 如果计算题要动手做 如果是这个 就如果没有计算的 那这些重点 你稍微的巩固一下就可以 所以不用花太多的时间 打题的时候呢 多选题 另用少选 不要多选 刚才已经说过了 从近四年的这个整体的分值 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一章 就是这个 这些内容 我们进入到第一章 从近几年的分值的情况来看 我们总结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对于第一章来说呢 大家看它的总分的变化 24分 22分 26分 19分 可以说是一个波动的状况 你不能告诉我说 张老师 这是不是说 这个我们第一章的这个分值在下降 没有 我看到的是一个波动的状况 对吧 这个高 然后呢 低 然后又高 然后又低 所以是一个波动状况 那各位 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波动规律来看的话 你到了2019年的时候 可能这个分值 没准又能够达到24分左右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应该是在2023分上下去波动 也就是说什么呢 也就是说整个百分之 20多 五分之一左右的这些分值 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的分值 应该在第一章 所以第一章对于各位来说 它占到的是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比重 因为第三章占到的是二分之一甚至以上的比重 所以第三章非常的重要 但是第一章呢 难理解 第一章纯靠理解啊 各位 第一章纯靠理解 第一章只要你理解了这件事情就简单 如果第一章你没有理解到 那么这件事情就比较难 所以第一章各位一定要仔细的去理解 那么从分值分布 第一章里面的分值分布 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一章总共分为七节 那么在这七节当中呢 第一节 第一节大家看 基本上是四分两分四分两分 所以你说第一章第一节重不重要呢 第一节基本上啊 还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呢 它也就是最多四分 最少两分的这样的一个分值 三道题左右啊 三道题左右 这是第一节的状况 今天我们会给大家讲完第一节 然后第二节 经济效果评价 经济效果评价里面的内容呢 大家看它的分值就非常多了 六分 五分 六分 七分 七分 分值在不断的推高 所以第二节对各位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 所以虽然我用一节课的时间 就讲完第一节 但是第二节 我们需要用两节课的时间 然后第三节呢 大家看分值 两分 两分 四分 两分 所以第三节的分值并不是很高 而且呢 就是那几个最常考的东西 第四节讲表格 三分 最多三分 最少则一分 所以它的分值并不是很多 讲现金流量表 然后第五节和第六节 就是原来的去年的教材的 第五节和第六节 做了一个合并 设备更新 还有呢 设备租赁 这两节合并以后 总共考了三分 所以这两节你看 它的分值并不是很高 而且这两节在合并的时候 没有删除一个字 所以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就这两节 它是直接做了一个柔和 但是呢 它的内容并没有减少 但是从分值 考试分值上来说 你看 原来呢 15年四分 16年呢 是这个六分 17年呢 四分 18年呢 总共考三分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两节加一块 考三到四分左右 三到四分左右 这都是很明确的啊 这规律都是相对比较明显的 所以你根本不用说 有太多的担心 然后第六节呢 是价值工程 价值工程 今年18年有一点反常态 你看价值工程在往年 都是三分三分 甚至到17年的时候 达到了五分 我们一般都认为价值工程是他比较喜欢考的一个板块 结果呢 非常让人大跌眼镜的是2018年只考了一分 所以这个是就是他的 所以他整个的第一章的分值只有19分嘛 然后最后一节 每年就一分 几乎是每年就一分 只有在15年考了三分 其他时候都是一分 一道计算题 所以 所以整个我们的工程经济啊 就是各位 从一开始你拿到一张的时候 你先把他的规律掌握清楚 你先必须得知道 哎 哪些是考试的重点 哪些是考试核心 所以由此你可以看到 哪些是重点呢 显然第一节 有可能考到四分 还是比较重要的 第二节 重中之重 因为他基本上快占到一半了 总共考七分 然后第三节呢 两分 第四节 三分 也比较重要啊 所以这前一二 还有呢 四这几节是重要程度非常高的 希望大家能够 能够在听的时候 更加的仔细一点啊 最后四三节 相对比较简单 然后考试分值也不是很多 年最后三节 按照一八年的话 三节加起来 总共加起来 才考了五分 这个分值简直对对于 相对于第三章来说 整个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这就是第一章的 整体的状况啊 但是呢 你没有这 就这十九分呢 就是大家把握住 他的这个重点以后 还是比较好掌握的 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问题啊 刚才呢 我给大家是用表格 帮大家把这个知识 做了一个梳理 大家看我现在呢 按板块特征 把这几节做了一个梳理 按照板块 你看第一节 第一个板块 我称为是基本原理 就我通过这个梳理 帮大家理解 我们的这个教材 它为什么会是这七节 这七节怎么排布的 它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啊 所以第一节 基本原理 讲什么呢 讲资金有时间价值 第二节 第三节 讲核心指标 所以第二节 第三节 是第二大板块 二三两节 第二节讲什么 经济效果评价 第三节讲什么 第三节讲 不确定性分析 而这个经济效果评价里面 其实包含了 不确定性分析 所以咱们这个教材的 这个名字 稍微的有点 不太合逻辑啊 第二节 其实 总体讲了一下 经济效果评价 然后呢 主要讲的是 经济效果评价里面的 确定性分析 确定性分析 然后第三节 讲不确定性分析 总体来说 这两节都在讲指标 因为第一节讲了 有时间 时间的价值能产生 什么样的东西 第二节就开始 我们怎么用指标 来去进行评估 第三节讲现金流量表 讲现金流量表 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呢 就是因为整个这一章啊 他在讲的是 效果评价 什么叫做效果评价呢 就是一个评估 我之前也给大家说了 怎么叫做评估呢 就是你任何一件事情 你每天 你要打车 还是坐地铁 还是开车 你要吃火锅 还是吃炒菜 你中午是叫外卖 还是去食堂 还是去饭店 你都是在做什么 评估 评价 那么评价的时候 第一节告诉你 你的评价要用时间价值 第二节告诉你 你要用上各种专业指标 你才是一个专业人士 第三节告诉你 你要有各种操作方法 就是你的操作方法 就是你的数据从哪来 你的那些指标 那些数 你告诉我说 这个净利润 净利润从哪来 表格 然后最后三节具体方案 就是给你一个运用 什么运用呢 如果我的车 如果我的车旧了 我应该是修 还是应该换 这就是更新分析 我到底应该买苹果 还是买华为 还是买小米 这是什么 价值工程 就你的成本和你的价值 它如何去达到一个最佳的匹配 前两天看到一个 这个昨天看到一个报道说 好像这个调查下来 我也不知道谁调查的 调查下来说 用苹果的人收入是最低的 然后用华为的人 反而收入是相对比较高的 然后新技术新方案 你遇到一个新的工艺 AI出来了 你到底要不要换AI 换机器人还是用人工 对吧 这些东西都是评估 所以最后给你三个场景 让你学会如何去进行评估 这就是我们第一张的板块 所以七节几个板块呢 四个板块 所以大家把这个逻辑搞清楚了 先让你知道 我的评估要用时间价值 然后呢 要用各种指标来进行计算 然后呢 我们的指标里面的数据来自于表格 最后呢 表格 我们用于什么呢 用于具体的几个方案 好 那我们首先来看资金时间价值的计算和运用 资金时间价值的计算和运用呢 这里面我们包括这么几个内容 第一利息 第二资金等值 第三民意利率有效利率 后面的东西我就不一一的去说了 这个大家 因为你的这讲意上面是有的 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内容呢 回头等我们讲完了 你再去进行总结 现在你不用去管它 你只要知道我们今天要讲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利息是什么 第二个方面 这个资金等值计算 第三个方面 名义利率和有效利率是什么 那听上去都是高大上的这个经济的名词啊 但是实际上非常的容易理解 没有什么难的啊 好 整个的分值呢 刚才也说了啊 就是四分两分四分两分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布 而且呢 这一节里面如果考察的话 一般计算题是逃不掉的 因为中值限值计算 名义利率有效利率计算 这两个计算基本上都是会考的 如果考两分 这两个计算一除去 基本上也就没了 所以呢 计算题 基本是这一节里面 雷打不动的 然后除此之外 可能再考一点概念 什么时间价值的概念啊 利息利率的概念啊 资金等值的概念啊 现金流量图的概念啊 偶尔就有时候考一下 所以整个这一节六个点 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说 首先第一个点 什么叫做时间价值 那么什么叫做时间价值呢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大家猜测一下 就很多人说 哎 这个 现在这收入怎么样啊 这个高还是低 还是怎么 这怎么低 现在其实在北京 确确实实 就是这个 就是年薪二三十万 三五十万 都显得已经比较的稀松平常 然后呢 这个年薪百万呢 中等收入 年薪两三百万 三五百万 也都比比皆是 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确确实实是这么一个情况 很多人就 不能够太理解啊 这个 什么时候中国 这个工资水平 已经高到如此地步了吗 怎么会一下这么高了 这个08年09年 我们还 这个收入还 也就是大家都在奔 年薪十万二十万的 这怎么一下变成了 这个一百万都不算多了呢 怎么回事呢 这里面其实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时间价值 所以各位 首先你猜一下啊 在 从2008年 啊 我不这么 不这么让你猜啊 这么猜 从80年代 80年代 到现在啊 2017年 各位猜测一下 你手中的人民币 从80年代到2017年 37年的时间 大概贬值了多少倍 37年的时间 人民币贬值了多少倍 你可以随便猜啊 我所谓的 随便猜测 我发现大家被禁言了啊 好 那我就 就就就就不管了 80年代到2017年 贬值了多少倍呢 255倍 255倍 各位 所以 80年代的万元户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今天有255万 放在那地方 而且80年代的万元户 人家还不用买房子 那会儿房子都不要钱 所以 80年代的万元户 可跟现在 这个月收入1万 真的不能比啊 这个完全不能比 就别说80年代 我们就说2008年 到2017年 这过去的10年间 人民币贬值了多少倍呢 差不多 5倍左右 所以如果现在 你还是一个月 挣1万的话 倒退回去到08年 你也就只相当于 那个时候挣了2000块钱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有些同学不信啊 有些学员说 赵老师你这有点太夸张了吧 这怎么就 五倍 我也没觉得我们家面条 这个08年卖10块钱 现在卖50啊 北京有的啊 这个10块钱 现在卖50 但是你至少知道 08年房价多少钱 我当年买房子的时候 08年 这个北京的房价 1万块 甚至还不到 好多的地方 好多的地方 七八千 五六千 现在多少 1万块的房子 7万块 7万块 所以到底几倍 你自己都会算啊 所以不是你那房子 真的在增值 是你的货币在贬值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时间价值 所以各位非常清楚啊 咱们作为中国人 我们非常的清楚 什么叫做时间价值 所以你焦虑 因为你觉得 你手上拿着现金 过不了两年就不值钱了 对吧 你今年拿着这些现金 你还可以买套房 明年拿着这些现金 你可能就能买个厕所了 所以你会很焦虑 这就是时间价值 那么从考试角度来说 时间价值怎么考呢 首先考的并不是很多啊 给大家先 就如果拿新级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个点的考试半颗星吧 半颗星啊 半颗星 基本上考的不是很多 所以简单说一下 两个点 第一个 资金要作为生产基因要素 才能够产生时间价值 生产基因要素 才能够产生时间价值 第二个 要有时间的推移 才能有时间价值 简单的说 也就是说 你们家的钱 不管再多的钱 你把现金包裹 放在床底下 没有时间价值 因为他没有投入生产 没有投入到这个流通 他不会产生时间价值 所以必须要什么 必须要作为生产要素 第二呢 他必须是随着时间的周转 所以今天你发下来的工资 没有时间价值 但过了一年两年 这个钱就有时间价值 因为你存到银行银行会给你利息 你放到股票 股票会给你增值 对吧 当然也可能是大幅度的贬值 好 然后呢 你放到这个房子 那房子会给你带来更高的价值 所以你只有投入 再加上时间 才能产生时间价值 所以就两个点 第一 投入生产 第二 这个时间变化 这个很好理解 半颗星 第二个 时间价值的影响因素 这个点一颗星 时间价值的影响因素 指的是什么 就是时间价值的大小 和什么有关系 时间价值的大小 和什么有关系呢 第一个 时间越长 时间价值当然就越大 对吧 刚才 我已经给大家演示过了 如果是 如果是经过37年 人民币贬值255倍 如果是经过10年呢 人民币贬值多少 人民币贬值5倍 所以显然时间越长 你的时间价值就越大 对吧 这个很容易理解 第二个 资金数量 数量越大呢 你的时间价值当然就越大 因为同样的这个利率 那么你的资金量越大 你的这个利息就越高 所以越大 时间价值就越大 第三个 资金投入和回收的特点 资金投入和回收的特点呢 四个字简单的说 早收晚付 所以各位 如果你是拿着教材来听我们的课 你在教材旁边 写上四个字 早收晚付 早收晚付是什么概念呢 大家想想啊 当你欠别人的钱的时候 你特别担心的事情是什么 就别人突然跟你说 哎 不好意思啊 张老师 我我要用钱了 能不能钱还给我 对吧 然后当别人欠你钱的时候 你最希望干的事情是什么 赶紧找别人抓着他 说哎 你最近有没有钱啊 能不能把那个钱还给我呀 我也得用了 所以你看啊 当你的角色改变的时候 你就会发生改变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希望 钱在自己兜里 怎么样钱才能够在自己兜里 就是早点收回来 晚点付出去 是不是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早点把它拿回来 晚点把它拿出去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干的事情 如果各位有来自于开发商的学员 那你想开发商是不是做这件事情 简直做到了极致啊 这前段时间不是有新闻说 国家准备要 这个取消开发商的预售制度 对吧 取消开发商的预售制度 然后呢 这个新闻一出来了以后 整个房地产圈简直就 哗然了 崩溃了 说如果取消了房地产的预售制度 那这开发商几乎都要死掉 那为什么 行什么 对吧 为什么这个你就可以 你啥活也没干 你就把我这个买房人的钱就收走了 然后呢 我这个承包人 我都给你干完活了 半年一年 那你也不给我结钱 然后我让你结钱 你就你就说我要找别人 对吧 早收晚付 所以开发商是不是干的都是这事啊 早点把买房人的钱收进来 晚点把这个承包商的钱拿出去 早收晚付 所以投入和回收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开发商怎么干 你就怎么 你就怎么答 早收晚付啊 好 最后一个呢 周转的速度 那显然 钱如果没有滚动 就放在家里面 放在家里面天天去观赏它 会不会产生时间价值呢 不会对吧 但如果我把它投入到这个生产 我不停的投入进去拿回来 又投入进去又拿回来 是不是能够给你赚来最大的收益啊 如果这个工厂非常有利润的话 所以周转的速度越快 显然我们的时间价值呢 就越大 因此我们看到啊 这个点呢 它可能有 点我已经给大家讲清楚了 这点它可能会有两种考法 第一种考法考什么呢 就是问你 以下哪些是时间价值的影响因素 给你一道多选题 给你一道多选题 那这个东西怎么答呢 大家看到我旁边都写了四个字母 时间是不是time 对吧 时间是time 然后呢 数量是不是q啊 咱们学这个 学学数学也好 物理也好 我们用数量都是用q 然后速度 学物理的时候 速度是不是v啊 然后呢 这个投入和回收特点 特点我用c character character 这是特点 所以是c 那连起来是什么呢 tqcv连起来 cqtv cqtv是什么玩意儿 重庆卫视啊 非常不出名的卫视 但是我自己是重庆人 所以作为作为一个重庆人当看到这四个字母的时候脑海里面立马联想出来的就是cqtv这丝这个东西啊 所以重庆卫视 所以大家记住了 如果是考你有哪些是时间价值影响因素 cqtv c代表特点 q代表数量 t代表时间 v代表速度 非常简单 这是第一种考法 多选 第二种考法考的是什么呢 考的是关系 怎么考关系 他可能会这么问你啊 时间越长 时间价值会越怎么样 数量越多 时间价值越怎么样 所以这个关系 大家会看到 时间 数量 速度 都是正比例关系 而投入和回收的特点呢 这个不是比例关系了 对吧 我们要早点收回来 晚点付出去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大家 理解的啊 就是这个关系 剩下三个 都是正相关关系 而投入和回收的特点 是这个不是正相关关系啊 早收晚付 早收晚付 早点收回来 晚点拿出去 好 我给大家看一道例题 来来看看这一道题 对于这一道题来说呢 关键问题就在于 你要看得懂这张表 然后呢 能够看明白这件事情里面 哪些体现了早收 哪一个体现了早收和晚付 哪一个体现了早收和晚付 对吧 因为我们最希望的状态 就是像开发商一样挣钱 拿着这个投 拿着银行的钱 拿着我们买房人的钱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完了以后呢 去再找承包人 然后承包人呢 干完活 我中间的进度款付 但是呢 最后我尾款还给你拖拖拖拖拖拖啊 所以这是我们最希望的 那么哪一个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呢 哎 我们可以看到啊 大家最关键的 首先你要明白 对于这一个表格 是一个现金流量表 你要能够看得懂 什么叫做现金流量表 就是上面代表的是年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八年 然后下面呢 代表的是在各个年份里面 我的现金流入流出情况 负数显然是为流出 正数显然是流入 一部分流出 一部分流入 好了 现在我们要找的是早收晚付 收是流入还是流出呢 收钱对于我来说是不是流入的呀 所以呢 早收是入的最早 而晚付呢 是出的最晚 好了 那你看看这个选项里面 哪一个拿钱进来最早 哪一个拿钱出去最晚 那么我们先看拿钱出去 拿钱出去呢 你前面是一百万一百万的给 后面呢 是先付五十 后付两百 是不是 这个先付五十 后付两百 我拿钱出去相对比较晚啊 所以呢 这叫晚付 好 BCD都是晚付 那哪一个是早收呢 就是我拿进来要早一点 那所以我们第四年 拿一百 拿一百 拿五十 拿一百五 我们一看 这是不是拿一百五 这是拿进来最早啊 我最早就把这个钱 后面的剩五十 少一些了 但我前面要早一点拿进来 所以一百五 一百五 五十五十 所以最后答案就是D 我给大家的起目 基本都是真起 基本都是真起 所以呢 大家也就可以从里面看得到 我们到底这个点 他如果考你的话 可能会怎么考 好了 最正确答案是D 好 这就是我们的前两个考点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考点 就是利息和利率的问题 利息和利率的这个问题呢 最容易出现的是计算问题 所以大家看 2011 2012 214 16 17 在过去的年份里面 从10年开始统计的话 12345 有五年的时间考了这个东西 其中只有10年 13年 15年 18年 这四年的时间没有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利息的计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那有人说利息 利息是什么东西 利息不外乎就是 当我用一百万 我把它 你把它借给我 假设你有一百万 你要借给我 那么借一年 你会不会年底的时候 就拿一百万走 就算了呢 如果时间很短 你可能会算了 对吧 你比如你借给我一周 你说一周 只要你能够还得了我一百万 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要借给我一年 有没有可能一百万 你一分钱利息不收呢 就算不太可能 所以假设说 你准备收 百分之六的利息 百分之六的利率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一年下来多少的利息 是不是一百万乘以百分之六啊 就应该是一百万乘以百分之六 一百万乘以百分之六 多少 六万块 各位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利息 所以利息难吗 一点不难 也就是说 我年初的时候 我的本金 是一百万 年末的时候 我要还你的是一百零六万 那么用一百零六万 减掉一百万 最终的这个差额的部分 就是我的利息 所以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 大家看 其实你理解了这件事情 这个公式是不是根本不需要记啊 但有人说 这个公式好像看起来 也比较陌生啊 干嘛老给我整字母 所以这个公式里面的字母呢 需要给大家提一提 整个这本书字母是不少的 但是我需要各位掌握的字母 不超过十个 不超过十个 有这么几个字母 你必须是要掌握的 一个是爱 大爱和小爱 一个是F 一个是P 一个是A 一个是N 这几个字母 你必须是要掌握的 大爱是什么 大爱就是利息 就是利息 小爱是什么呢 小爱就是利率 6%就是利率 大爱 6万就是利息 F是什么呢 F代表英文 Future 所以它代表的是 未来的一个结果 数值 未来的一个数值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中值 F 我们把它叫做中值 而P 英文代表的是 Present 如果大家英文还可以的话 就是有一个词组叫 at present 说的就是现在 at present 我怎么怎么样 那 present 指的就是现在 所以我们中文翻译 把它叫做限制 什么是限制呢 就是 现在的价值 现在的价值 叫限制 什么是中值呢 有人说是终点的价值 这个说法不对 我可以这么来去解释 中值 现在以后的任何一个时间点 拿出来 你都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值 只要不是现在 未来的任何一个时间点 你都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值 这就是 F 然后A是什么呢 A就是年金 A我也不给大家写英文了 因为那个英文 大家基本上也都不太熟悉 那你就这么来想这个问题 A 写成小写不就是 A吗 那A在英文里面是个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表示一个 每个 是个贯词 A 它非常符合我们年金的特点 年金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 每个时间 每年 每期 每季度 每月 我都要怎么样 这个就是年金 所以 你一看见A 年金 因为它是美 年金的关键词就是美 好 N是什么呢 N就代表年数 年数了 就是到底过了多少年 过了五年 N等于五 过了六年 N等于六 所以 你看我说不超过十个 这是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字母 剩下还有四个字母 你要记一记 别的剩余的字母 一概都不要记 所以各位 工程经济 不是需要你来背字母的 也不是看 让你看的那些字母的公式 像是天书一样 不是要你做这件事情 所以各位注意这一点 好 好了 现在你就明白了 所以我们整个这个公式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未来的那个价值 减去现在的那个价值 它们中间的差额是什么呢 就是你收到的利息 就是收到了利息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利息的问题 这边有一句话 稍微的注意一下 利息是什么呢 是一种利润的再分配 什么意思 为什么你把钱存银行 银行会给你利息 因为银行不会把这钱放在他银行不动 而是会贷款给企业 企业一般从银行贷款需要多少的利息呢 一般企业从银行贷款收8% 到你手里呢 3% 中间的5%被银行赚走了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它是企业利润的再分配 那企业能够赚8% 很有可能这个企业 至少要拿到10%以上的生产利润 才可以 他才敢于去用8%去这个借钱 对不对 否则的话 他也不会拿这个钱去借钱 所以利润赚到10% 8%还给银行 8%银行赚到了 3%拿给你储户 这不就是一个再分配吗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稍微的了解一下 好 这就是利息的概念 等于本 就是我们的这个中指减去限制 利率呢 就简单了 利率是什么 利率指的就是 用我们的利息除以这个本金 我刚才那个例子 利息是不是6啊 6万 我的本金是多少呢 各位借我100万 那是不是利率就是6% 所以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我不多解释了 好 下面一个点 利率的决定因素 这个点 各位画两颗心 各位画两颗心 那么利率的决定因素 五个方面的因素 纯概念性的东西 大家考的时候 理解的时候 也是按照概念的方式来去理解 利率的这个决定因素 就利率 你看我们现在国家 美国在干嘛 如果大家懂经济的话 你会发现 美国在加息 中国在干嘛 中国在降息 降准 降准也就相当于 类似于降息 当然没有那么严格 那为什么 对吧 很多人觉得 为什么美国都在加息 你中国还在降息 为什么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就要知道 利率的决定因素 跟这以下这些东西有关 第一个 社会平均利润率 什么叫做社会平均利润率 简单的来说 社会平均利润率 是企业赚钱的能力 各位在旁边写上一个赚字 而利率是什么呢 利率 利率是企业拿钱的成本 各位啊 当你把这两个逻辑想明白了 这个事情就简单了 社会平均利润率 是企业赚钱的能力 利率是企业拿钱的成本 好了 那问题就来了 那你觉得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这是社会平均啊 不是对于个别企业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 企业赚钱的能力 应该大于还是等于 还是小于 它的这个融资的成本呢 是不是应该大于 如果企业赚钱的能力 只有5% 全中国的企业的利润率 只有5% 你银行非得8% 来贷款给我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是不是企业就生存不了 这恰恰就是我们中国 中国企业现在面临的问题 融资成本太高 特别是中小企业 哪一个中小企业 你去外面去拿钱的话 没有10% 你基本上是拿不到钱的 你必须要付出10% 你才能够拿得到钱 别人才愿意看你一眼 那10%的成本 大家想想 中国现在有多少企业 能够赚到10% 对不对 大部分的制造业 它的利润也就只有5% 房地产企业 这个利润高一点 但是大部分的其他的制造业 利润就只有5% 所以这个时候国家在干嘛 降息嘛 对吧 国家在降息 降准 然后习大大天天 出来告诉银行说 银行一定要这个降低 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一定要让中小企业 能够融到钱 甚至给银行了一个 硬性指标 说你每年贷款 你有多少比例 必须要贷给中小企业 是不是大家如果关注新闻 都会发现这样的东西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 我现在的融资成本太高 我赚钱的能力不足 所以大家看到了 你在记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要记住 社会平均利润率 是利率的最高界限 还是最低界限 最高界限 为什么是最高界限 因为如果 社会平均利润率 低于了利率的话 那么企业就 所有企业都赚不到钱 那这个国家就 基本上就完蛋了 对吧 就很难很难 很好的生存 现在虽然很多的企业也 赚不到钱 但是好歹国有企业 央企拿到 拿到银行贷款的利息很低 所以呢 对于央企来说 就是那种庞大的体量 它还是可以让这 这整个经济在发展的 所以国家现在 大力在推进的是 帮助小微企业 帮助中小企业 所以这是第一个 社会平均利润率 最高还是最低 因为如果社会平均利润率 低于利率的话 企业赚不到钱了 好 这个是你需要记住的 而且社会平均利润率 放在第一位 所以它是首要因素 第二个 供企业关系 什么叫做供企业关系呢 显然卖猪肉就最简单 对不对 现在猪肉是什么 猪瘟是不是出来了呀 什么非洲瘟 国内的猪肉 感染的是非洲的瘟疫 那非洲瘟疫出来 买猪肉的人少了 卖猪肉的人没有变 所以供大于求的时候 价格会怎么样 下降 所以供大于求 利率就会下降 供小于求 利率就会上升 这个好理解吧 对吧 因为我们的这个供企业关系 就是我们的利率 其实就是资金的价格 给钱的人多了 那么利率就降了 需要钱的人少了 利率就降了 如果给钱的人少了 需要钱的人多了 利率就提升了 所以供企业关系 他要考你这个关系的 各位注意 不是只是问你 这个什么影响 是供求关系影响 不只是考你这个 要考你供大于求 怎么样 供小于求怎么样 咱们现在的工程经济 考的是理解 不是考你概念本身 所以各位一定要掌握 一定要听懂 一定要听懂 他背后的逻辑 第三个是风险 风险是什么 显然如果你借给一个 很靠谱的人 你觉得他从来没有 这个欠过别人的钱 然后呢 这个人非常靠谱 信用非常的好 那你借给他钱 你是不是宁愿利息低一点 这叫什么 风险越小 利率就越低 那如果你借给的人 这个人 他的这个本来就很不诚信 那当你借给他了以后 你是不是担惊受怕 那你万一 你要借给他 你要怎么办 你是不是希望利息高一点 所以风险和利率 是不是成正比关系 所以我们经常有一种说法 叫做操着卖白粉的心 赚着卖白菜的钱 原因就是因为你觉得 这个操心太多 风险太大 但是呢 我的收益能不能匹配 匹配不上 风险很高 收益很低 这就是操着卖白粉的心 赚着卖白菜的钱 但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风险和利率 应该是成正比的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张老师P2P能不能投 15年我就告诉大家 你只要理解了P2P的逻辑 你就知道P2P能不能投 什么逻辑 P2P给别人的利息 很多时候 他的利率能够高到多少呢 35% 甚至40% 甚至百分之百 甚至百分之一千 所以我就问你 当你知道这帮人 借给别人钱的时候 收的利息是百分之一千的时候 你还敢把钱借给他吗 你就会去 马上就会琢磨这个事情 什么样的人会用百分之一千的利率 来去从他那借钱 那这个人要不就是非常不靠谱 要不然就是他从别的地方都借不到钱 要不然他就真想骗你这个钱 根本就没有打算还 但想想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所以那风险和收益成正比 你说P2P能不能投 我没有结论 好 第四个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这个点呢 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 通货膨胀越高 利率当然就应该越高 比如说九十年代 各位知道九十年代的时候 中国的民意通货膨胀达到百分之七 实际的通货膨胀有的时候可能能够达到百分十五 而那个时候银行的存款利率是多少呢 百分之十 所以各位 你们的父母辈应该是特别喜欢 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应该特别喜欢把钱存银行定期 为什么 因为通货膨胀太高 银行利率很高 所以通货膨胀越大 那么它的利率就应该越高 否则的话我们跑不过通货膨胀 但是呢 也不是 也不是尽然 你比如说像 我们说了过去十年 中国的这个货币贬值五倍 所以其实过去十年 中国有的时候 通货膨胀可能也能够达到百分十五 就零 一零年 零九年 零九年到一零年 通货膨胀可能也能达到百分十五 物价上涨 超过百分十五 但是我们的银行利率 依然在百分之四百分之五左右 所以这个时候 你把钱银行存银行会导致什么结果 是不是真实的利率就变成负值了 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 就是因为你存银行才百分之四到五 你的货币贬值百分十五 那这么一算 就算存了银行 你的货币每年还贬值百分十 对吧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家都很焦虑的原因 明明知道我的钱贬值 同时呢 我存银行 银行现在给多少 百分之二点五 没有办法去把这些钱能够 能够这个 就是让我能够抵御通货膨胀 所以大家很苦恼 所以通货膨胀和利率 是不是也是成正比 风险成正比 供求关系 供大于求 利率呢 会下降 利率会下降 好最后一个期限期限就不说了 期限越长呢 利率就应该越大 然后社会平均利润率最高界限 它是首要因素 都听懂了吧 所以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啊 社会平均利润率最高界限 因为它要大于你的资金成本 它是首要的因素 所以经济不好 国家就会降息 那刚才我们说美国一直在加息 为什么 因为美国过去的一年经济太好了 特朗普上台以后 经济太好了 就是有一个季度 甚至增长率达到了百分之四点几 这是美国比较少有的一个增长率 所以美国在加息 中国在降息 然后供大于求利率下降 供小于求利率上升 然后风险和利率成正比 通货膨胀和利率成正比 息限越长利率越大 好 我们来看题目 关于利率高低影响的因素 说法正确的是 这也是一道真奇 如果考就类似的这种考法 A 利率的高低 首先取决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高低 有没有错呢 没有错对吧 首先取决于平均利润率 没有错的 B 借出资本所承担的风险越大 利率越低 风险大利率是不是就应该越高啊 所以这个是错误的 C 借出期间不可预见因素 因素越多利率越高 越多就越高 这是对的 然后 这个社会平均利润率不变 借贷的资本供过于求 供过于求 是不是这个就供给多了 供给多了利率上升 不对 利率应该是下降才对 对吧 好 然后借出资本期限越长 利率越高 成正比关系 这是对的 所以呢 正确答案就是 A C 和 E 你看难不难 不是很难 所以我们的第一章 就是我当然 这前面这一些东西 我讲的相对比较慢一点 就是一方面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适应我的 这个方式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我也特别第一章的内容 尽量的给大家一些 跟生活去结合 只有跟生活去结合 你才能够理解的更透彻 好 那这个点呢 基本上就稍微的了解一下 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半颗心吧 这个考的是非常非常少的 半颗心 就是什么呢 利息和利率是信用方式 筹集资金的动力 你看为什么中国批兔批火呢 因为中国人 如果是亲戚朋友 别人问你借了钱 你好不好意思找他要利息啊 不好意思 那不好意思找亲戚朋友要利息 你还能 有没有动力去把钱借给他呢 只有出于人道主义的时候 你会借给他 除此之外 你不会愿意借给他 对不对 所以呢 因为什么 因为没有利息 是不是就没有动力啊 所以没有动力了 这就是我们说 利息和利率 才构成双方之间 产生这种借贷关系的动力 没有这个动力 那就没有借贷 所以才有了P2P 当然P2P后来越走越歪 这是另外一回事啊 利息促进投资者的经济核算 可以节约使用资金 因为有了成本 你是不是才会节约啊 要没成本 你是不是就不会节约了 所以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利率和利息呢 是这个宏观经济的重要杠杆 为什么说宏观经济的重要杠杆 你看央行 我们中国为什么要降低准备金率 降低利率 而美国为什么要加息 要加增加利率 都是在调控经济 美国人认为他们的经济太火了 所以我要灭火 中国认为我们的经济太糟糕了 所以我要加火 所以这是他调控经济的手段 调控经济的手段 2018年确确实实是有史以来 经济最不好的一年 但是相比于2019年来说 可能2018年还相对还好 所以2019年会更加的痛苦 对于各位来说 大家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所以我经常跟咱们的各位学员说 在经济最不好的时候 你只应该做一件事情 是什么 考证 学习 提升自己 因为反正你出去 你也赚不到钱 你还不如在这个时候 反正大家都差不多 在这个时候 你把时间花来学习 等到经济又起来了 建筑又起来了 基建又起来了 这个时候你再出去赚钱 这个时候你闻你各方面的东西都有了 你就出去赚钱就好了 所以各位注意 这个宏观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都不会太好 所以各位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好 下面 利息的计算 这个点三颗星 非常重要了 利息的计算三颗星 那么我们在学习利息的计算的时候 各位要注意什么呢 它分为两类 第一类叫做单利 第二类呢 叫做负利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什么叫做利息 那在学利息的时候 我是不是已经给你讲过了 我说一百万你借给我 一年年利率百分之六 那么利息呢 就是六万 如果借给我两年呢 是不是就是十二万 如果借给我三年呢 是不是就是十八万 正常是不是应该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就是叫做单利 所以单利的利息怎么算 用本金乘以利率乘以年份 对吧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一百乘以百分之六 再乘以二或者乘以三 这就是单利的利息 没有任何问题吧 这个点没有任何问题 难点在于负利 所以我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负利计算 那么为了给大家解释清楚负利计算的内容呢 我把这些事情这么来去给大家写一下啊 你感受一下 你看各位还是借了一百万给我 这一百万呢 一年的利率依然还是百分之六 那么我问你 第一年年末 我应该还给你多少呢 各位都很清楚 是不是应该一百万乘以一加百分之六 一百万乘以一加百分之六 对不对 应该是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第一年年末 我应该还给你一百零六万 但是呢 现在不是 现在我准备要找你借十年 而且呢 这中间我还不还你利息呢 我告诉你 本金利息 我都等到第十年的时候 我再还你 好了 那大家想想第二年年末 当我告诉你 我这个本金和利息都要到最后一年 我才还你的时候 那我这第二年 如果我用复利计算的话 我第二年的这个本金是一百万还是一百零六万呢 是不是应该是一百零六万 为什么 因为利生利利滚利 我这六万块是不是也应该给我创造利息 如果你六万块你不拿去 就如果这六万块我还给你 你是不是还可以拿去干点别的 存银行你还可以获得利息 对不对 所以这一部分利息我也要补给你 因此第二年年末 我的本金应该是多少呢 是一百零六万 就第二年年初的时候 我的本金应该是一百零六万 那么 我把一百零六万写成一加百分之六 好 这就是这个大家注意啊 这个是第一年末的本金 或者说二年初的第二年初的本金 这是第二年初的本金 那么我过了又过一年 又过一年 我的本利盒应该是多少 是不是应该再乘以一个一加百分之六 是不是像这个一样 这是本金 这是这个算利息 所以再乘以一个一加百分之六 这样算下来了以后 是不是等于一百 乘以一加百分之六的二次方 这就是第二年末的结果 那么到了如果到第三年末 到第三年末的时候 我是不是应该 我的本金就是第二年末的所有的本利盒呀 那第二年末的所有的本利盒是一百万 乘以一加百分之六的几次方呢 十二次方 然后这是第二第三年初的本金 这是第三年初的本金 第三年初的本金 然后我再要去给他再来一次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乘以一加百分之六 那就得到什么 一百万乘以一加百分之六的几次方呢 三次方 好了 各位看到当你看到这一步的时候 基本规律也就出来了 什么规律呢 也就是说如果到第十年末 你看这个是一百乘以一加百分之六的一次方 这地方一加百分之六的二次方 这地方一加百分之六的三次方 到第十年末呢 一百乘以一加百分之六的 是不是十次方 各位是不是都都会做这件事情了 所以这个公式不是靠你去死金贝的啊 各位 你就想着这个逻辑 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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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累称 累积去乘积 那么这样去乘下来 它是不是就是 F等于一 P乘以一加上I的N次方 是不是就是这个关系 就刚才我们是这个一百万 就是这个P嘛 就是本金 乘以一加上百分之六 就是这个I 几次方呢 十次方 就是这个N 所以P乘以一加I的N次方 这个公式你必须要掌握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利息的计算啊 利息的计算 你必须要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 那这个东西我们明白了以后 我们再做这个点几乎是必考的点 这个点几乎是必考的点 你一定要掌握 然后呢 而且有些人说 单例这么简单肯定不考吧 错 各位注意 如果他考这个点的话 有40%的概率 他就是在考单例的 你不要认为他不考单例啊 所以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听我 听我告诉你 你如果做笔记 你一定要在这事情上面 先写上一句话 先判断 判断什么呢 是单例计算 还是负例计算 先做这件事情 再来干别的 你别人家本来就是像给你送分 给你一个单例计算 一百万 去这个借五年 每年百分之六 问利息多少 就这么一件事情 结果呢 你用一百万乘以一加百分之六的 这个几次方 那就完蛋了 对吧 明明想送分给你 你不要 所以各位注意啊 40%的概率是在考单例 剩下60%的概率是在考复利 复利用这个公式 单例就用 直接就使用利息 直接乘以N就好了 好 所以这个表格的内容 大家要掌握 这个考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然后上面的本金 本金是P 这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吧 唯一需要 就是十个 不超过十个字母 P限值 F中值 利率N 利率I 然后年限N 然后单例没有反映资金的这个时间价值 复利呢 反映了时间价值 复利又分间断复利和连续复利 什么叫做间断复利呢 就是基本上 我们跟银行打交道的时候 银行跟我们做的都是间断复利 比如说按天 按月 按年 按半年 都叫间断 因为你是一段一段的 而连续复利是什么呢 每一秒钟 每一毫秒都在复利 这叫连续复利 所以基本上我们见到的 以间断复利为主 而且呢 咱们的整个的工程经济 只考间断复利 不考连续复利 但连续复利 你大概知道 是这么 有这么个东西 就是永远都在复利 至于怎么算 你不需要知道 好 那 接下来呢 我们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他说在资金等值的计算当中 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他说当P一定 你看这选项里面都是P一定 也就是本金相同 然后N相同 是不是时间相同啊 时间相同 利率越高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中值就越大 利率相同 时间越长 中值越小 利率相同 时间越长 限值越大 利率的时间相同 利率越大 然后呢 限值越大 显然大家都能够知道 对不对 当我P完全相同 也就是我的本金都是100万的时候 是不是时间越长 利率越大 那不是时间越长 利息越高 对吧 然后本利合越多 然后如果是时间相同呢 利率越高 是不是本利合越多 所以这两个哪一个是对的呢 应该是时间相同 利率越高 是不是本利合越大 这个是对的 那么如果反过来 是不是就应该相反了 如果最后的结论是一致的 最后的结果是相同的 比如说我准备10年以后 就取100万 那你说你是这个利率高一点好呢 还是利率低一点好 显然如果我的利率越高 是我滚动的越快 我需要的本金就越少 所以当F一定的时候 我的时间如果相同 利率越高呢 我的P就越小 这大家能想明白吧 你如果不用负利也可以 你就用单利 就是F等于P乘以I乘以N 加上这个1 加上1 你用这种方式 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 所以你用什么方式都没有关系 这道题比较简单 好